爸爸去哪儿第五季 邓伦评价六个孩子 最难哄的不是偶像是他 爸爸去哪儿第五季第二期当中 节目组安排了一次分离 爸爸们出海打狱 六个孩子全都交给世纪爸爸邓伦带 本来小便和吃花群众 一样以为会状况百出 没想到邓伦表现的相当的好 而在最新一期的爸爸带娃记里 邓伦也分别评价了六个孩子 谈到永恒 邓伦表示把他哄碎的那一刻 他自己的成就感是爆棚的 而在评价Jasper的时候 邓伦用了四个字特立独行 Jasper狗的感觉就是他很特立独行 他跟永恒什么 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 就是我一直都在找他们需求什么 就像Jasper也有他需求的东西 他想要一个玩具而已 正片里并没有播出 Jasper和邓伦要玩具的这一段 其实这个时候看Jasper的表情 可以感受到他是很想爸爸的 至于小山竹 邓伦觉得他帮了自己很大的忙 特别是能帮自己照顾小炮妇 虽然才刚开始 虽然才刚开始 Jasper就给自己一个如此坚决的任务 但邓伦通过这次经历 也感受到了当爸爸的不容易 特别是爸爸不在身边的时候 对于孩子们来说 真的是挺痛苦挺煎熬的 对于孩子们来说